第十三集 太原的大牢阴森而坚固 虽然十分扩大 现如今也有些人满为患了 有些牢房 犯人似乎连睡也睡不下去 作为县令的刘文静 倒是得到特殊的关照 一个人占据着七八平米的牢房 这牢房的窗户高过人头 铁门上的小窗随时都紧闭着 人在里面 真正的是面图四壁 刘文静担忧得很对 在李密的事情上 皇上放过了李渊 却没有放过他 李渊报病不去扬州 皇上说 待好了再说吧 然后皇上又传旨 将刘文静打入大牢 很明显 皇上恨透了李密 对于一切与李密有关系的人 都要严惩而后快 不过 让刘文静感到欣慰的是 皇上这次放过李渊 刘文静清楚 这绝不是皇上不想处置他 而是顾及到眼前内外 反叛朝廷太过强大的势力 皇上他自己连京城长安都不敢返回 又怎么有力量来处置 手握重兵 似乎成了一方诸侯的李渊呢 很明显 随阳帝如果能躲过这一劫 最终平息叛乱 稳定朝政 到时候 必然要严惩李渊 刘文静相信 自己看到了这一点 李渊和他那个 智慧高于常人的儿子李世民 肯定都看到这一点 这正是刘文静的希望所在 作为一个小县令 刘文静是没有力量反随的 而手握重兵的李渊 却有这样的力量 当这个根深帝国的军事家族后裔 知道皇帝随时要对自己不利以后 不把天下叫得天翻地覆才怪了 刘文静在心里喊着 一颗不安的心 平静下来了 甚至变得有些兴奋 此刻 刘文静不仅对前途充满希望 而且还暗暗地庆幸 自己能在这样的处境下 来参与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他开始认真地思考着 耐心地等待着 他相信 李渊一定会派人来探望他 第二天下午 那山紧闭的铁门果然打开了 来了两个探望他的人 二公子 他眼前一亮 欣喜地喊着 静阳令 李世民也呼唤着他 吩咐一同前来的侯军吉将韭菜摆上 亲自斟了两杯酒 递给一杯给刘文静 自己端起一杯说 我敬你 干了 说一言而尽 刘文静也端起杯来 一言而尽 两人虽然只在静阳宫里见过一面 如今在监牢当中 四目相望 就像相交了多年的知己 心灵相同起来 父亲本想亲自前来探望 只因身旁那几个皇上的耳目 担心到时候 犯害了静阳令 所以就 李世民沉静地说到这里 然后停下了 我知道 二公子来 跟刘首兰一样 我父亲 让我转告你 放心待在这里 他会尽全力保你出来 请二公子告诉刘首 我刘文静 感激不尽 我会的 还有件事情 也让父亲难以分身 什么事 就在昨天你入狱以后 西河郡被丽山飞叛贼占领了 情况十分危急 丽山飞不过几千人 竟占了西河郡 他们已经发展到几万人了 没想到 没想到 几个毛贼举起一壶 竟然也硬折如云 说着 刘文静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静阳令 不必担心 我父亲 此去讨伐叛贼 一定守到亲来 哎呀 我不是担心 丽山飞的叛乱 他们不是你父亲的对手 只要留守一去 必然守到亲来 我担心的是 现如今的随朝啊 真正是天树人怨 若不然 像丽山飞这样的人 身旁怎么可以聚集起几万人来 说到这里 刘文静停了下来 打量着李世民 见他面色沉静 双眼炯炯地望着自己 等着他把话说下去 便接着说 如今天下大乱 如果能有一个具备 汤王五弟那样的人 来振币以后 天下 必然可以平定 静耀令认为 当今天下 还没有汤王五弟那样的人 有 在哪里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就是你们李家父子 就是你父亲蒙皇上厚爱 又是皇亲国旗 虽有牢骂 一时也不至于出面反随呀 你真认为我父亲是这样吗 至少现在是这样 可是上次你不是说皇上的地位是杀兄是父而得吗 是啊 当今皇上杀了他的父亲隋文帝 当年隋文帝也是一向未入地 以强权 比你母亲的舅舅让位罢了 那我父亲为何不能 你父亲忠君之心 朗然深深 若是明君也罢 这样的婚君 又何必要愚衷 刘文静听 心中欢喜不尽 满满的珍了两杯酒 递给一杯给李世民 自己端起一杯 为你我的看法一致 干杯 说 一身脖子 将酒全都倒下去 李世民点了点头 头也一伸 一言而尽 两人同时丢了酒杯 四目相识 哈哈大笑 声音还在牢房里回荡 侯军急匆匆进来 老头说 王军与高军亚要来探钱 请二公子速速离开 李世民听了 双手一一 静阳令 世民这就告辞 过些日子再来探视 还请多下保重 数案 约后军机 缓步离去 位于焚河进水之畔 晋阳古城 在战国初期 就做过赵国的独城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 分天下为三十六军 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设置了太原郡 到了隋朝 竟成了全国的第三大城市 这城市里 熙熙攘攘的街头 到处都是一个个穿着宽衣大袖 洒脱飘逸地穿着汉服的太原百姓 李世民与侯军机探进出来 夹在这些百姓中 走走悄悄地往大市口去 李世民生活在一个政治的家庭中 饱受政治影响 从小呢 便表现得悬见深远 可他毕竟还不到十七岁 再加上个性刚烈外向 重武轻文 喜欢热闹 玩耍自然是长性 斗鸡走狗 聚众赌博 飞马行列 甚至打架斗殴的事 在他身上也发生过 如今 父亲领兵远离太原 去西河郡讨伐丽山飞 长孙无忌 陪着长孙氏 去太原庙里上香 李世民看过刘文静 心中又特别爽快 便要与侯军集 好好地 保揽一下这古城的风光了 可谁知没走多远 突然前面出现有很多人在围观 有戏看咯 李世民冲着侯军集点点头 孩子似的一笑 至本热闹的地方而去 侯军集不甘落后 紧跟在他身后 两人很快挤进人群 到了最前面 睁眼一看 只见几十个家丁模样的人 正在与一个壮汉四大 那壮汉多善退让 眼看就大不过 李世民大喝一声 住手 声音如雷 双方一时都停下来 看着这么一个矛头小伙子呼喊 其中一个家丁走到李世民面前 瞪着眼睛闻 你是谁 敢管九爷的事 混账 侯军集挡在李世民面前 大声骂着 然后又放低声音对他说 讲出来吓死你 说完刚又开口 见李世民示意 知道是不让他露了身份 急忙又闭上了嘴 那家丁看着李世民 又看着侯军集 根本都不认识 不由得放声音响 哼 想不到小小年纪 还会装枪做事来吓人 给我打